五十万大族压境 斯巴达国王率领三百勇士出征 没有东风 没有战独 没有推甲 没有任何重型武器 有的只是斯巴达国王的一枪孤勇 和勇士们钢铁般的肌肉 他们手里拿着长矛 背后背着盾牌 却爆发出千军万马的气势 前方的村庄火光冲天而起 扩散的硝烟将黎明吞噬 细小的风卷来阵阵腐臭 整个村庄被图露殆尽 五一窝口 村民们的尸体 被残忍的波斯军队 钉死枯树之上 这时挑衅是示威 何其猖狂 悲愤挂作力量 驱动勇士们继续向前 他们冲过温泉关 只逼战场 海面上停住着乌泱泱的波斯大军 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 国王抬头看了看天 说道 看来要下雨了 果然 黄风大作 暴雨倾盆而下 变闪雷鸣间 充荣的浪潮掀风的船只 无数波斯大将葬成海底 然而 这只是波斯军队的一小部分 国王带着勇士们俯身望去 海滩上驻扎着黑鸭鸭一片 波斯的营帐 站吧 站吧 我斯巴达的勇士 从不畏惧死亡 勇士们在海岸 与温泉关的交界处 堆砌起高墙 波斯将领带人过来挑衅 却发现他们堆砌起来的 不仅仅只是石头 还有波斯使兵的尸骸 勇士瑞尔站了出来 波斯由我们斯巴达的村民 交管库姆 礼尚往来 我们抓几个波斯的少兵 做教你 不过分吧 波斯将领暴怒 哼哼扬起长鞭 瑞尔腾空一跃 直接将将领扬鞭的手 整个站于倒下 滚吧 告诉你们国王 我斯巴达人 永不为奴 瑞尔放下豪言壮语 可区区斯巴达三败勇士 如何与波斯 50万大人靠横 以卵击时 白白送命而已 国王又何尝不知 一周前 波斯使臣 造访斯巴达 带着他们所征服国家 国王的头颅和王冠 在斯巴达的领土上 对王后出言不逊 在国王面前耀武扬威 他替波斯大帝 向斯巴达国王传话 要么臣服 要么灭国 选吧 但在斯巴达 国王绝不是养尊处优 处处需要被保护的软弹 他扬刀只向使臣 同一时间 使臣带来的使兵 也被全部压制 使臣大骂他们疯狂 国王却突然冷静下来 斯巴达人的字典里 没有臣服两个字 在这个国家 一个婴儿刚出生 就要经历残酷的筛选 体弱残疾的婴儿 没有存活的资格 七岁前是魔鬼训练 七岁后 被直接驱逐城外 荒野里 没有母亲的庇护 没有美味的食物 没有保暖的衣物 有的 只是鱼猫阴血的野兽 和刺骨的寒风暴雪 懦弱的孩子死在寒夜 真正的勇士 回归斯巴达 能在野外 坚持时间最长的孩子 就是斯巴达 新的国王 言归正传 波斯大帝 得知使臣被杀 暴怒 派出50万大军冲征 是要将斯巴达 以为平地 国王想要带兵迎战 却遭到了 祭司的反对 在斯巴达 祭司的权力 是在国王之上的 因为传说中 祭司能够倾听神域 但其实什么 老师的神域 不过是斯巴达文明 进化前 遗留下的 老废人的胡言乱语 是黑暗时代 恶心且无用的糟粕 国王不能违背神域 但也却不甘心 任人宰割 他召集了 三百斯巴达 最强战力 准备应战 同为老废物的议员们 赶来阻止 说神域不让出兵 国王却表示 自己只是想出去 散散步 堂堂一国之军 带三百个守卫保家护航 不过分吧 没有人再敢反驳 于是 国王告别了他的王后 率领三百勇士 直奔温泉关 温泉关一手难攻 国王下令 助系高强划分战场 只给波斯大军 留下温泉关 这一条兴军之路 只要把控好关口 他们就有胜算 这时 一个机型诸如突然冒出 他说 陛下 西边山脊 由于牧羊古道 波斯军队 可以从哪儿 抓到我们身后 诸如披着斯巴达的战袍 戴着斯巴达的头盔 急修加入国王的队伍 国王并没有因为 他的外表 而露出任何的嘲讽和不屑 只是要求他 居高自己的盾 原本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因为身体的机型 诸如披尽全力 也无法将盾牌 举过头顶 而军队列阵时 会形成一个 无法突破的整体 诸如的盾牌 连自己最脆弱的头部 都挡不住 如果加入队伍 就会成为那个 唯一的突破口 于是国王表达了 自己的歉意 并驳回了诸如的请求 诸如愤怒地丢下盾牌 在国王身后破口大骂 然而 国王没时间管他 战争很快就来了 呼天盖地的波斯军涌来 国王在此 他的三位勇士 站在中海迎战 敌方降临 礼于阵前 打嗑一声 词霸达人 放下武器 下一秒 一把长刀 火坑而来 直接先降临 斩命马下 战争一触即发 波斯军队 都肯撞过来 勇士们高出盾牌 以张腿之躯 地立原地 兼着潭食 独斗马山 词霸达的勇士们 动作整齐划衣 但分举起裙矛 必是墨入皮肉 前排的敌军 一个个倒下 词霸达的勇士们 看着他们的尸体 鼓鼓向前 这次大杀四方 很快 波斯军怂了 盾牌勾劲的 铜箱铁壁步步紧逼 波斯军军心溃散 被全部追下全崖 其一开着手 波王本是兴奋 然而一转头 九天闭日的弓箭 如暴雨般落下 勇士们齐心矩盾 劈里啪啦的剑鱼 挫空而来 撒在盾牌上 情天不扬 一波攻势过去 恼臭成怒的波斯奇力 再度涌来 司法大勇士 摆出三角阵 再度阻振应战 前军万马 激起阵阵黄沙 勇士们瞄准战马 下盘挥刀 其实一旦录于马下 等待他的 就是长矛冲心 波斯军全心溃败 无忍生还 而斯巴达三百勇士 却无一战损 波斯大帝 对斯巴达军队的战力 很是意外 于是亲自带人过来劝降 毕竟 若将如此强悍战力 收归我手 那岂非天下阵我取之 但国王还是那句话 我斯巴达人 永不为奴 国王回到温泉关 用波斯军队的尸骸 驻血高墙 勇胜宣战 波斯大帝 怒而派出自己 麾下的最强战力 号称张不胜的 不死军团 然而 当军团首领 站到市强下时 市强风干离他 将首领直接淹没 别急 这只是下火灰 撕巴达的勇士们 杀击人群 个个一体白 凶悍非常 波斯军团见大事不妙 一刀斩断了 直逼国王手机 一个勇士看见 匆忙着国王扑倒 巨人一击不成 招狂的回到坎路过去 国王小心应对 靠着盾牌 挡了成敦伤害 被巨人力大于穷 且不惧伤痛 硬生生把国王 摁在地上 为远碎点 危机时刻 国王抓起匕首 刺伤了巨人的眼睛 然后奋力地 直接斩下巨人手机 随即 波斯军团 全军覆没 波斯大帝 彻底被逼急了 把犀牛都放出来冲锋 国王将手中长矛 狠狠致出 信仰也扑复在了他的脚下 波斯大帝不服 又将炸弹 火药 全都摆在阵前 一个巫师点燃炸弹 刚秒丢 国王从天而降 一个大威天龙之间将其斩杀 这次的波斯大军 依旧 无人生还 但 波斯人 前不后继 弹不完 杀不绝 斯巴达的勇士 虽然各个汉勇无双 但他们也是血肉之举 会疲惫 会流血 会死 在一次勇斯的战役中 斯巴达的勇士们损耗大半 即便如此 剩下的人依旧 拒绝盾牌 不肯倒下 另一边 波斯大帝又起了新的坏心思 他把之前被国王拒绝过的 猪如奉为座上兵 用黄金 美色 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将其收埋 猪如告诉波斯大帝 温泉官后面 有条牧羊道 可以绕到后方突袭 一个少兵侦查到 猪如被判的消息 立刻赶回温泉官报信 接下来的战役 他们必死无疑 国王不怒返校 他打喝一声 战死沙场是四八大人 毕生追求的最高荣耀 没有投降 没有撤退 要么战 要么死 国王将一个眼镜受伤的勇士 拉到一旁 让他回去 向所有希腊人 讲述他们的故事 这是勇士们应得的功勋 他们哪怕战死 也是一代传奇 隔天 波斯大军兵临城下 给他们最后一次 投降的机会 国王支持高位上的波斯大帝 良久 他摘下冰冷四骨的头盔 舍弃千冲百孔的盾牌 松开象征信仰的长矛 重重地跪了下去 突然 国王大嗑一声 国王奋力举起长矛 哼哼致出 他败了 暴怒的波斯大帝 一声令下 万解齐发 今生的勇士们 在厮杀中倒下 成全了他们的自由之魂 临死前 一名勇士握住国王的手 说道 国王眼痕热泪 强劲地站起身来 敞开胸膛 迎接 入天盖地的剑鱼 电影就结束 这就是电影 斯巴达 三百勇士的故事 国王合同的勇士们 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 波斯大军 又输给了小人之心 人心可怖 坦为观止 电影中的战斗场面 十分红达壮观 悲壮又热血 十分值得一看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关注电影之战脚 观众影响 新一点电影